男人为了惩罚女人 将麻袋扔在地上 命令他自己钻进去 阿子知道钻进袋子意味着什么 被吓得浑身颤抖 连连摇头 见他磨磨叽叽 李牧直接强行按住他的头 硬生生将他塞进了麻袋 然后拖了出去 无论阿子怎样哭喊 李牧都面无表情 无动于衷 他将阿子吊在了刑房里 穿上靴子 披上围裙 操起墙上的一根铁棍 就朝阿子走了过去 接着 整个房间都充斥着棍棒声 和阿子的哀嚎声 没过多久 声音渐渐微弱 李牧被见得满脸是血 坐在一旁 麻袋正不断地滴着血 阿子就这样被活活打死 这血腥的一幕 让屋内的其他几人不忍之事 心里一阵后怕 小青意识到 得赶紧找机会逃跑 要不然迟早和阿子一个下场 机会终于来了 这天晚上 李牧像往常一样带他出去接客 他拔掉监听设备 趁机从酒店后门逃走 长时间没有听到声响的李牧 发觉到不对劲 立马下车寻找小青的踪迹 可一路搜寻 毫无头绪